焦點視頻 梁善恒 玄機解碼的時間 螢光幕見到梁善恒師傅 你好 大家好 看影片的觀眾記得留意 左上角有焦點視頻 開雲王 懸宜貴談博士學堂 大家記得訂閱 多多支持 師傅 今集我們要講一講聖明學 其實上一集我們講過文王易卦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上一集看 今集我們講聖明學 每個人都有一個名字 我相信 對吧 甚至乎多於一個名字 很多人都是 是的 師傅我想請教一下 其實聖明學 有些名字是父母給他 有些可能是他大大大 然後他基於不同的原因 他自己再改一個名字 好了 我想請教一下 聖明學其實改名字 有什麼原理在裡面 經常都聽見不怕生壞名字 最怕改壞名字 嗯 有些人就覺得改名字很重要 見有很多藝人都會改名字 那改名字是否這麼重要呢 是自己的象徵 那的確是很重要的 好似這個品牌 那樣 它的logo設計 都關乎它那個品牌 將來的興需 嗯 那個logo設計都好 是半公佩 有些呢 那個logo設計都不好 已經賣了 賣不到 那一個logo呢 又會賣得 原來就是品牌 那個名字都有關 表面上是這樣看 這些是邏輯原理 不過 據原學來看 原來名字呢 它有個陰陽五行的屬性在那裡 所以這樣才是最重要 人每個人都有個名字 中文名 英文名都亦而是 這樣凡是文字 它的讀音和寫法 都放了一個五行下去的 你要知道你自己五行 那個喜忌屬性 你要批個八字 從八字之中看到 你金木水火土是喜什麼 還是忌什麼 如果你的名字 那個屬性 那個屬性的五行 是剋制住你的名格 你托住這個名字 對你的文情呢 是有損害的 因此就要找個高明的師傅 跟你選一個更好的名字 高明的師傅呢 要先算下你的時辰八字 看一下你的陰陽五行 最喜歡哪方面 最忌哪方面 那個喜忌的定義 就是你的用神 名格呢 就要先祝用神 名喜忌定格局的 批名是需要這樣的 那麼每個人都有個用神 凡是有利於用神那樣東西 就事半功倍 凡是剋制用神那樣東西呢 就是頭頭如在剋的 那麼會就是忽譯的 那名字呢 有讀音和寫法 讀音的寫法呢 就會構成了那個五行屬性 要計算那個五行屬性 是對你有利 抑或有害 改名的意義 就是這裏了 嗯 師傅 剛才你提及呢 就是 怎樣令到自己的名字 趨向於有利 那有沒有說一些名字呢 其實是不可以改的 例如叫姓陳 你又叫大文 啊那你就很慘了 有沒有這些這些 第一呢 長輩同一個讀音子 不可以改 因為不可以以下犯伤 那些長輩 就是父母 就算那些宿伯 都不可以相衝相犯的 例如他叫阿炳 你都不要叫阿炳了 因為你不可以平排同輩的 所以那些人改名字 我們會問他們 你們的長輩有什麼名字差給我 我就盡量避免幫你改那個名字 這樣避免雙衝雙犯 這個是邏輯來的 另外一樣東西 太過誇張的名字你不要改了 因為會選服 例如我想改個名字 我叫吳霸天 你覺得很威風嗎 你只是短命的 因為你不是這一類型的人 你怎麼霸天 鬼神都不會保佑你 所以就不要改這麼誇張的名字 要改呢 就要改一些又平和一些 還有沒有那麼多牙齒痕 因為你誇張的 會造成很多人針對你的 造成自己牙齒痕的不變的 其實最主要就是問你的五行屬性 需要哪方面 又要取哪方面的名字 當然呢 名字呢 都有它的自體意義的 我們都要參考那些自體意義的 自體意義的 首先就是重於吉祥 以及重於它的功名富貴 這樣來參考的 我們都很少說 會用到古人的那些 萬象呀 樂飛呀 秦潰呀 不會用那些名字 因為那些不平凡的人 普通人是受不起的 盡量不要重疊它的名字 他用得著 自己不等於用得著的 OK 那好啦 師傅 改名啦 我們大家知道啦 出生那時候 改名又理所當然啦 人大大廈基於不同的情況去改名 我們知道有時候都是為了趨吉避空的作用 但是是不是要改得很徹底呢 即是連我身份證都要改了那個名字 啊 接著又找律師又改了所有文件 他這樣就是為之最恰當呢 還是怎樣呢 看情形啦 如果只是當自己多一個名來用的 那無妨不需要改自己身份證 有些人呢 可以兩個名的 有些藝人呢 做事有一個名 他真實有一個名的 很常見的啦 那他不會改自己身份證 因為他為了工作上的利便所需要的 那有些呢 就為了趨吉避空的 例如有大病啦 或者有大的官妃啊 或者如神殺啊 這個這麼大的吉兇呢 要徹底的 改了名啦 昨日的我如昨日死 明日的我如明日生 所以呢 要做到要徹底 徹底的就是 文學戶口要改了名啦 身份證改了名啦 還有 那個屋契也要改了名 要徹底改的 要趨吉避空就需要這樣啦 嗯 OK 那所以姓明學呢 其實都很多東西 就是要注意的 特別亦都呼應回 開頭的說話啦 師傅都有提及 不怕生壞名 最怕就改壞名啦 沒錯啦 那所以呢 有任何疑難呢 都可以請教師傅的 那麼下一集 我們繼續請教梁善恆師傅啦 拜拜